大家有沒有拆到這則視頻呢? 40歲的霍啟山作為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的職興演講 不禁讓人感慨豪門的教育確實很不錯 有人還對霍啟山的職興演講進行了步驟的策分 說到霍啟山大眾對他的印象獲許還停留在2004年和張子儀 在停車場的刺意一問 當時張子儀和霍啟山分別從兩邊走近車門 但不知道張子儀是否發現有媒體偷拍 他沒有選擇遮掩 反而又繞過車尾走到霍啟山身邊 霍啟山順勢攬過張子儀的腰身 兩人來了過親密擁抱 環節敏了 這一幕全程被媒體拍了下來 最後張子儀環轉頭面向媒體的鏡頭 露出一個大方灑脫的笑容 有網友誇讚當年的張子儀和霍啟山非常般配 有言情小說的味道 一個是豪門公子 一個是國際影后 而且當時兩人都是顏直尖鋒 全身透露著致意灑脫 甚至有網友發出疑問 今年40歲的霍啟山還單身 張子儀又離婚了 不知道這兩位是否有可能複合 也有網友覺得 張子儀在媒體鏡頭前走過去和霍啟山 接吻的行為有點小心機 猜測當年她是否急於嫁入浩門 關於霍啟山和張子儀 會不會複合目前來看 確實只是網友們自己的憶想 雖然她們當年確實有過一段甜蜜的戀情 但兩人份守候就沒有聯繫了 而如今40歲的霍啟山雖然還單身 但之前她說過自己的雜偶標準 視像大嫂過真正那樣的女性 在剛剛結束不久的亞運會期間 霍啟山跟著爸爸和哥哥現身亞運會現場 當時網友就再調刊 霍震婷這次是不是又來級意而自挑選式輔料 之後張如飛獲獎的時候 霍啟山上前送花祝福 引起不少猜測 之後張如飛趕去參加布達佩斯細錦賽 霍啟山也被布立克飛往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 繼續為張如飛加油助歪 這一來而去 模擬將兩人的飛聞推向了高潮 甚至有傳張如飛教練都知道這件事 但教練的態度是反對的 對於二人的飛聞 很多網友也表示不可思議 有人覺得南方花心不應該走張如飛 還有人說張子儀現在也是單身 沒準也可以繼續跟他在一起 但也有部分網友表示 霍啟山和張如飛還蠻有夫妻相的 佛家比較喜歡體育明星 停搬配的 現年25歲的張如飛1998年4月19日出生於江蘇省徐州市 和郭晶晶一樣都是北方人 身高176厘米的他 看上去被霍啟山過頭環繞一瀉 張如飛曾在2020年東京奧運獲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 而在上個月舉行的杭州亞運會 每次張如飛比賽 霍啟山都有榜場 學足取料跳水皇后郭晶晶的哥哥霍啟公 外界一度認為霍啟山也想有一位國保級運動員的太太 張如飛有榮成績出眾 但他的藝術細胞卻一半 近日一段他跳舞的視頻流出 雖然舞姿十分生硬 但照樣獲得大批網友讚他可愛 環跨讚霍啟山非常有眼光 不過張如飛和郭晶晶不一樣 他的童年恨不幸 早在4歲時張如飛的父親就因意外離世 全靠母親張敏把他撫養長大 論財富、論地位 張如飛跟霍啟山完全不在一個級別 但情人眼淚出世時 郭晶晶的母親范玉梅是交騙廠工人 父親過樹中是一名普通的火車司機 但即便普通家庭出身 他也能獲得霍啟公的青雷 郭晶晶現在在香港已經成為豪門闊態 經常出入各種高端場所 結識許多巨星富豪 前一陣還被受邀參加米蘭時裝修 張如飛和郭晶晶有著類似的人生軌跡 而他同樣也獲得霍家公子賞識 霍啟山一表人才也早已到了適分的年齡 不知他跟張如飛能否拆出更多火花呢 但話說回來關於張子儀和霍啟山分手的原因 多年來也是猜測紛紛 但如果看一下 霍家這個豪門家族對於儀式的標準 也許就能理解 張子儀確實不適合駕入霍家 霍家雖然是資產千億的老前家族 但對儀式的出生背景其實並不看從 比如霍鎮庭的妻子朱玲玲 霍鎮環的妻子陳琦琦 霍啟江的妻子郭晶晶 都不是出生浩門 其中朱玲玲和陳琦琦 還是出生娛樂圈的女明星 但他們和普通女星有著最大的區別 哪就是沒有負面消息 也就是明星好 朱玲玲當年獲得港者冠軍不久後 就加級霍鎮庭了 嚴格來說也在娛樂圈沒運幾年 當年的港者水準還是很高的 朱玲玲不但有著頂級美貌 還正通多門語言 對霍鎮庭當年打開國際明星很有幫助 陳琦琦就沒有朱玲玲的明星那麼大 據傳當年霍家是反對陳琦琦 這個小事女星進門的 但陳琦琦加入霍家後立馬適應 當年來深居簡出 沒有任何負面消息傳出 據傳後來陳琦琦再一次車禍女 為了救孩子弄傷了一條腿 才換來霍家對她的認可 郭晶晶更不用說 本身世界冠軍的名號 就是對霍啟剛事業上最大的幫助 幫助霍啟剛迅速在國內打開知名度 郭晶晶不管是過民度 還是個人好感度都是頂級的 對於霍家來說 應該很樂意有郭晶晶這個儀式 成為霍家的標籤之一 了解霍家的網友都知道 霍家是一個門風嚴格的家族 哪怕是豪門 但霍家成員也很少傳出負面新聞 張子儀和朱玲玲 陳琦琦一樣都是女性出身 但是張子儀是娛樂圈 卻有著不少爭議 其中包括宅君們和貴密門 如果張子儀真的介入霍家 成為霍家的一份子 那麼她的爭議難免會影響 霍家整個家族名聲 2 低調或者正能量 在郭晶晶之前 霍家的女性婚後都是全職太太 除了陪伴丈夫出席重要場合 不能隨便拋頭露面 更不允許有自己的工作 傳聞當年郭晶晶的婆婆朱玲玲 婚後因為覺得在家很無聊 便瞞著丈夫霍振婷和姐姐 在國外開了一個店 但很快就被霍家知道了 霍振婷馬上要求朱玲玲關掉店面 而霍振婷的妻子陳琦琦 更是在結婚後就十分低調 多年來連現身公開場合的時刻都很少 妄想連關於她的照片都很少 霍家的女性更不可能 像徐子琦李家欣那些港圈貴婦那樣 經常私下聚會曬照 郭晶晶算是意外 但確實可以理解的 郭晶晶剛剛結婚的時候 也是全職太太 專心在家養育三個孩子 如今孩子大鳥 郭晶晶活躍在外面的時間 變得越來越多 她不但繼續自己在體育界的工作 參加亞運會 在之前的東京奧運會上出任評判等等 還接料不少代言 為什麼霍家會允許郭晶晶拋頭露面 因為郭晶晶雖然高調 但霍家幾代接班人 本身就在為國內的體育事業做貢獻 郭晶晶的工作 也是肯體育息息相關的 再者 目前從霍啟剛的事業發展來看 保持一定的知名度和熱度是有幫助的 所以郭晶晶和霍啟剛夫婦 近期十分活躍 郭晶晶是拋頭露面對丈夫來說 恰恰是幫助 難怪有網友猜測霍啟山的未來妻子人選 可能也是運動員 畢竟取了郭晶晶對於霍家的助力 是有目共倒的 而作為內地一線明星的張史兒 顯然不太符合霍家一貫的儀式標準 再看霍啟山現在追求的張宇菲 肯有過清清的味道 同事看壇見像又同樣甜美之成 再加上霍啟剛之前說的那句話 這次可真的就是非張宇菲莫縮了罷 不過 話說回來在追求張宇菲的過程中 對於霍啟山來說還有兩大難關 第一道難關是霍啟山的教練不同意他追求張宇菲 作為一名頂級運動員 霍啟山的職責是專心訓練 全力備戰比賽 戀愛這樣複雜而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自然是教練們不願看導的 他們擔心這段感情 會分散霍啟山的注意力影響他的成績 所以他們力圖阻止兩人的發展 給這段愛情製造了困難 然而霍啟山並不輕然放棄 他見信愛情與事業並不衝突可以兼顧 他曾在採訪中表示 我心愛乒乓球事業 但也同樣心愛著張宇菲 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堅持 就能克服困難 找到平衡 這種堅定的信念 使他在追求張宇菲的道路上愈發堅定 無論教練的阻撓有多大 無論教練的阻撓有多大 他都要追求真愛 除了教練的阻撓外 張宇菲的師兄也成為了霍啟山追求的另一個障礙 張宇菲的師兄 同樣是與無球界的頂級選手 失力不容小趣 他不願意看到妹妹陷入一段戀情 擔心社會對他的事業造成負面影響 他認為張宇菲應該專注於與無球的訓練和比賽 不該被愛情所分身 因此他對霍啟山的嗜好和追求 提出了種種阻攔 試圖讓他退卻 然而霍啟山並不畏懼師兄的阻撓 他願意證明自己的實力和決心 他說道 我會努力讓他的輕掌漢度 我可以給他幸福 我可以讓他在事業之餘 擁有美好的愛情 他堅信真愛可以戰勝一切 包括每每的師兄 這場愛情故事令人為之動容 兩人面臨的困難重重 但他們始終堅信真愛的力量 決心克服困難 走到一起 他們的故事激勵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提醒著我們勇敢追求幸福 即使困難重重也不能輕然放棄 故事的結局如何 我們也將持續關注 不管是成功的結局 還是失敗的結局 這段愛情都將成為人們心中的經典 他告訴我們 真愛不會輕易被打敗 他能穿越一次困難 走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關於之後兩人關係會情什麼走勢 這個只能交給時間和貪玩自己 最後一句 預祝張如飛在接下來的巴黎布運會上 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績 也希望霍啟山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